是靖國所能去扣迫 100米4能 讓它更上一寸 也是想讓全世界包括自己 按照自己上見識一下 人類在這個項目上的極限到底在哪 別只見過這個 kneel europe gang 这个呢 这个就好好的 录啊 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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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飞机 包了啊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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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 Talk体育 此次奥运代表团的港澳之行 全红蝉当之无愧的顶流 全妹是不需要粉丝刷数据的 真顶流 国民度太高了 尤其香港 不要太偏爱全红蝉 不论是给了无微不至的镜头 与头版头条的港媒 还是热衷找全妹互动合影的TVB艺人 整个香港都很热衷于追捧全妹 17岁就蝉联两届奥运金牌 也是没谁了 青少年努力拼搏奋斗的天花板和木板 再加上跳水在大湾区 本来就是一项热门项目 大湾区里一直有水为财的说法 继郭晶晶陈若林之后 全红蝉东京风神的一跳 把这个项目推到了另一个高度 加上全红蝉 努力 乐观 孝顺 真诚 他真的很好 各种加持下不成顶流才怪 香港虽偏爱全红蝉 但给的奖金并非最多 此次的港澳之行 不仅是奥运冠军们的跨界互动 与日常行程成为焦点 还有运动员的奖金数额与分配 也成了一大关注焦点 随着奖金被颁发公布后 网上浮现出了不少奖金排行表 多数一看就是假的 奥运的奖励 按以往从政府到地方 甚至企业和企业主个人 都是不尽相同的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已经结束 也很难统计 现在才拿到哪呀 不过按照此次港澳之行的 奖金颁发来看 还是能粗略算得出 谁拿得最多 目前公布的大奖友 潘展乐与陈清晨代表 领取奖金2800万港币 这个奖项是香港的 主要针对金牌运动员的 总共40枚金牌 70人次 那么每人得一枚金牌 是40万 得两枚就是80万了 拿双斤的潘展乐 全红蝉 孙颖沙 樊振东 陈梦 胜李豪等人分得最多 有人说 这个奖是为金牌论 观点过于片面了 这只是曾献子基金会 各个机构的规则不一样 比如 国家对于运动员奖励 肯定是覆盖得奖牌 和没有奖牌 但获得名次的选手的 看看各省对运动员奖励 也是如此 樊振东和陈一文代表 领取奖金1600万港币 这个是访澳的奖金 澳门准备的1600万港币 分到个人也是大几十万了 这次主要是金牌游 以及有重大突破的运动员 所以 正常来说 银牌铜牌 没有被邀请 除非这个项目 压根就没金牌 而且 因比赛缺席的 郑新闻等人 奖金也不会遗漏的 除了这两个奖项 其实还有个重磅的 即 霍英东体育基金会的 奖金加黄金 霍家的体育基金 奖励办法如下 奥运金牌 1000克 纯金加8万美元 银牌 250克纯金 加4万美元 铜牌 150克 黄金加2万美元 妥妥的按成绩分配 并且拿奖牌的 都能拿到 鱼路均沾 数额还不小 主打的就是一个公平 按照奖牌来算 因而 孙颖沙是 唯一一位二金一银 所以 获得最高奖金 2250克黄金 加20万美元 约260多万人民币 其次是 两斤的潘展乐 全红产 圣李豪等人 获得2000克黄金 加20万美元 五天的港澳行 一回来 粗略算一下 拿两斤的潘展乐 与全红产 应该能拿分到 300万左右的奖金 最多的 应该就是 孙颖沙了 能分到将近 400万了吧 其余人 也有上百万的人民币 揣在兜里了 这也值了 不过 这也是他们应得的呀 想想那些 208W 再看看这些 为祖国争光的 付出青春 付出健康 付出一切心血背后 不知留了多少 血汗类的运动员们 真的给再多都觉得 他们值得 这群为国争光 努力积极向上的运动员 才是我们要追的心啊 北京时间9月1日 内地奥运健儿 访奥活动 正式开启 全部的奥运健儿来 都参与了 澳门青少年运动员 真情对话节目 马龙 潘展乐 全红蝉 李健等八位代表 上台与澳门青少年运动员代表 进行了对话 年轻一代的澳门游泳运动员 在现场询问潘展乐 请问在取得奥运金牌 以及创造世界纪录 这么大的成就之后 对之后的比赛 以及奥运会 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期望呢 潘展乐这样回答 接下来的期望 一个是防止伤病 因为亚运会之后 我的右肩完全不能往前伸了 也是通过一些医疗手段 使我在奥运会上 可以康复到伸展出去 才在奥运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之后的话 我想尽我所能地 去突破100米自由泳的成绩 使它更上一层楼 也是想让全世界 包括我自己见识一下 人类在这个项目上的极限 到底是什么 到底在哪 直新闻全程报道了 本次奥运活动 潘展乐的话 真的是震聋发聩 尤其是那句 想让全世界见识一下 这个项目的极限 到底在哪里 潘展乐在本期奥运会 二斤一银 男子100米自由泳项目 是46秒40 打破自己保持的 世界纪录夺冠 46秒80 在男子4乘以100 混合接力项目 潘展乐是最后一棒自由泳 他游出了45秒92的恐怖成绩 因为有交棒环节 所以不算100米字的世界纪录 但也能说明潘展乐的极限 是46秒之内 甚至更快 此前 潘展乐多次面对媒体 记者的提问 目标 期待 都搪塞过去 因为他们不是运动员 根本无法理解运动员那种 对胜利的渴望 这次面对年轻一代的运动员 他终于吐露心声 而且潘展乐在面对央视采访时 就爆出过自己一早就游到46秒5以内 所以他的上限太高了 此外 马龙作为国兵的代表 在与澳门青少年运动员对话时 龙队再度谈到了退役的话题 马龙说到自己打了这么多年球 对乒乓球有追求 也有梦想 也希望能够在奥运会这样的赛场上 继续为国争光 众所周知 马龙是奥运六金王 他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唯一一个奥运六金王 今年的龙队已经36岁高龄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将 可他对乒乓球项目的热爱 不输任何一个中青少年运动员 本届巴黎奥运会龙队 只有一个男团项目 他在帮助男团夺冠后 WTT官方认证 马龙成为拼弹gold 他再度创造中国历史 他成为奥运会历史上 第一个在任何项目 都拿到金牌的选手 马龙四届奥运会 拿下了六枚金牌 前五古人 在此前访港的采访中 龙队被询问 对于接下来是否会退役 是否会转型为教练员 马龙表示 现在还是运动员身份 有什么转变 一定会让大家知道 很明显 马龙目前真的还没有退役的打算 他还想参与奥运会 40岁打洛杉矶奥运会 再度拿下一枚金牌 成为奥运七金王 这就是这一枚金牌的奥运会 非常明显